向先生客厅里的画 向先生是位画家 远近闻名 森林里的伙伴们都喜欢请他做画 他画的小河 榕树 草地 朝霞 哪怕是西边的几块小小的鹅卵石 都是那么的美丽 叫人看了 感到舒服 那一天 向先生来到河边 他支起了画架 准备画一幅写生画 这是森林的一角 他要把它画下来 再配上一个精致的画框 挂在那新建屋子的小客厅里 那样 无论谁来到他家 就跟在森林里一模一样 又自在 又愉快 夏天快要过去了 森林的一角 真是美极了 虽说地上开始有了落叶 可是森林还是那么的绿 绿得无边无际 好像你把世界上所有的绿颜料 都用上 也画不近似的 向先生开始作画了 他画了树干 画了绿叶 画了蓝蓝的天空 画了天空中飞着的五彩的鸟 还画了几朵白云 这时向先生的画架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伙伴 大家不声不响地看着 不时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这轻微的 然而是真情的声音 再向先生听来 就如树叶的沙沙声响一样 并不妨碍他作画 当所有的都画好了以后 向先生退后几步 仔细端向了一下 他走进画架 拿着画笔的手 停在半空中 凝视着前面 看了好久 才开始动笔画 大家以为 他一定是要画上 什么令人吃惊的东西 因此 你可以看见 此刻伙伴们的眼睛 都瞪得大大的 连轻微的赞叹声也没有了 仿佛大家都变成树 一动不动的树 在注视着向先生的画 向先生开始落笔了 笔落在森林的地面上 他没有画蒲公英 没有画金斩花 也没有画一只奔跑过去的小花鹿 渐渐地 大家看出来了 这是在画落叶 一片 两片 三片 四片 五片 他画了好多的落叶 有正面的 有反面的 有侧面的 有的姿势很好看 有的被掩藏在草丛里 只露出一个尖尖角 不知谁叹了一口气 这不是赞叹声 而是一种带有一点惋惜 带有一点不满 带有一点失望的叹息声 有一只小松鼠终于憋不住了 他问向先生 您这幅画画得多好 可是干嘛还要画上这些落叶呢 而且画得那么认真 是啊 你省下时间来 还可以再画一幅更好的画呢 老犀牛先生也忍不住插嘴了 向先生没有回答 而是全身贯注地画完了他的最后一片落叶 好像他画的不是落叶 而是国王头上的王冠一样 一点也不马虎 大家听不到向先生的回答 很失望 但没人再坑一声 因为 艺术家在工作的时候 是不能多打扰的 这时向先生倒退几步 眯缝起眼睛看了起来 这确实是一幅好画 绿绿的森林 蓝蓝的天空 白白的云彩 五彩的飞鸟 金色的落叶 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每一样东西都不能少 他们结合得多巧妙 忽然 向先生转过脸来 朝大伙笑了 笑得那么天真 那么慈祥 跟刚才作画时严肃的神情 形成强烈的对比 朋友们 向先生终于讲话了 你们为什么不愿意我画落叶呢 你们大概瞧不起落叶吧 他已经没有生命了是吗 不 我是很爱落叶的 他真了不起 当他还是娃娃的时候 那嫩绿的小牙 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当他变成一片片绿叶时 带给我们阴凉 还给大树制造营养 他的很多伙伴 还成了我们其中几位的食粮 听到这里 小鹿 山羊 斑马 都点头乘势 大象继续往下说 如今 他们老了 他们为了给大树省下些营养 自己飘下了树 变成一片片没有生命的落叶 然后 他们把自己化作肥料 再钻进大树 变成春天的柚芽 夏天的绿叶 让大树长得更粗壮 让我们的森林越来越茂盛 越来越兴旺 我们能不感谢落叶吗 最先被感动的是小松鼠 他说 我真傻 我怎么没想到这些 当我和伙伴们 在绿叶丛中捉迷藏时 应该想到 这些绿叶才是 犀牛也感动了 是啊 现在我才知道 为什么像先生画的森林 总是那么美 因为他对森林的一草一木 甚至一片落叶 都充满了感情 小鹿听了也高兴地说 你瞧 像先生画的落叶多美啊 那橘黄的色彩 和绿色的树丛 安排在一个画面里 真是美极了 刺猬说 我同意小鹿说的 落叶本身也是够美的 他还会唱歌呢 当我在落叶上走过 他发出一阵声音 这声音多妙 这是他献给森林的最后的歌 谁听了都会感动的 像先生笑着说 刺猬先生 是个了不起的艺术欣赏家 可惜 我没能把落叶的歌画进去 我会学着画的 用笔把歌画出来 你们信吗 伙伴们高兴地叫着 信 像先生的话 被挂进了新客厅 当大家欣赏这幅作品时 都会被画上的落叶所吸引 坐在像先生的客厅里 就像你坐在大森林里一样 一阵微风从窗外飘进来 大家仿佛看到了落叶在飘动 发出沙沙的响声 不知谁说了句 啊 我听到了像先生用笔画出来的歌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